矛盾太多了 但其实真正的导火手 还是去年毕业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工作事情 我和他有很大的分歧 那时候我按照我家人的想法 准备留在湖南本地工作 但是他呢 他只想要去深圳 广州 我觉得我们刚刚毕业 就应该脚踏实地点 那我学的专业就是机场管理 既然深圳那边 有适合我的工作 我为什么不去阿兰 但是你也知道 我家人并不同意 这边也有岗位 虽然待遇没有那边那么好 那我就是觉得那边 比这边发展情景大 然后我们因为工作事情 几乎每天要吵三次 到后面矛盾就越来越激化 他就跑到他一个人 跑去深圳那边工作了 要不是在学校那边 找到了他的闺蜜 去问清楚这件事情 我都不知道 后来我就带着他的闺蜜 一块去深圳 然后我那天下午 在他公司楼下 等着他下班 他下班下来看到我 马上就回头了 那当时我不想看到你 后来呢 后来我既然来了 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和他谈一谈 然后我就跟问他 跟问他走到他住的地方 他还是不愿意回头 和我说任何一句话 让他一个招呼也不行 就是他回家了 他要打个招呼也不行 他就把门框的 剩光上了 我觉得他 总会下来的 我就在他 宿舍楼底下一直等着他 那我当时不是下来 跟你谈了吗 你那是什么时候下来的 第二天早上才下来的 等于这公子要亮了 他一夜是吧 他要是亮了我一夜能和我好好谈 也就算了 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好好谈 那我当时能跟你谈 就算不错的了 他当时站在我面前 他在前面走 我跟着他 然后他一边走 一边数以前就这样 他一边说 这个也是你的错 那个也是你的错 我说好好好 都是我的错 我还要好好劝他 我说以后这些事情 我都会更加注意点 我也可以给你写个保证书 我保证以后在家 你现在说这个保证书啊 你说到这个保证书我就来气 我当时是跟你回来了 但是我最后回来就是这件事情 我回来你是个什么样子啊 写什么保证书 我当时在家上面写的是 我说以后我的工资 可以全部上缴给他 还有以后家里的家务事 也都归我做 而且我也不会再沉迷玩乐 不玩游戏 再也不约别的女孩出去玩 那你做到了吗 我没做吗 你有做到吗 我一回来 你整天不是玩游戏 就是睡觉 每天我上网班回来 我还要做家务 我还要做饭给你吃 你不是说 剩掉工资给我的吗 剩了吗 我的工资都比你高 你是一个男人吗 我还是想买一个包包 化妆品质的你买得起吗 你今天拖他来的啊 你来干吗 我主要是想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女孩子 虽然我现在的工资 是没人他高 但是他也不能 虽然践踏我的自尊心 他践踏了你怎么着吧 刚才他又践踏了 当着我们这么多的人面 对吧 我一直希望他能够改 希望今天在这里 他能够改掉 他身上的一些患毛病 当然我也知道 我有错 我的工资没有你高 我养不起你 不是 你直接说 你今天来干吗 我今天就是想让他改掉 改掉他的坏脾气 人家又不改呢 他如果还是不愿意改的话 我觉得我们也只能走到今天为止了 我没话说 我没话说是什么意思 随便他 来吧 听听老师们怎么分析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男孩希望女孩能改改 你想得美 你不可能要求 一个永远把你踩在脚下的女人 忽然因为我们几个人的疏导 摇身一变 对你改变了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缺少教养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 你鞋带开了 就得他记 你自己没张手啊 他低头的那一颗 他所有的尊严 就都掉地上了 你为什么就愿意记呢 主持人一问说 那你去了没有吗 那我还是去了咯 健美操跳了没有吗 那我还是跳了咯 那今天你想怎么着呢 那我还是道歉咯 你说你是不是活该 所以给到你们两个 一些爱情建议 就是男生太懦弱 没出息 女生太强势 不幸福